我們在香港所在大陸 這次有白酒協明分配來有燒烙畫 這種新推電的其實創造是利用燒烙筆 在菩薩上面為導 創造出美麗的導演 其實燒烙畫的話其實很簡單 它是利用一個電烙筆 然後利用溫度讓木頭去碳畫 就是讓它燒焦 然後做一個深淺的陰影 跟樹苗很像 只是我們把原本是鉛筆 然後現在把它轉成是電烙筆 然後在木頭上面做畫這樣子 可以起來將屬燒烙畫的材料 除了木材以外 皮革跟布料電部片 也都可以用來做燒烙畫 做出來的作品很有使用的價錢 技巧的話我們現在的話 就是體驗課 我是在推廣燒烙畫的話 我都會設計一些比較簡單的 利用簡單的線條來構圖 讓民眾就是很短短的時間內 就可以一個作品 用最基本的筆法 它其實可以作用在木頭 皮革甚至是布都可以 但是因為木頭的話 它取材比較容易 所以比較普遍 這項燒烙畫的現實活動 是我們來向公所的技術 所推動的藝文活動一日 如果鄉民歡迎好 公所將繼續基盤 類似的現實活動 因為公所為了要提升 整個鄉內的文化的氣息 藝文的氣息 所以公所已經舉辦了一系列 一個相關的藝文的活動 今天這是第一項的就是整個燒烙畫 我想燒烙畫整個創作的部分 是比較少 比較少在做的部分 所以今天我們鄉親就很新奇 鄉親對這樣的藝文活動的 整個認同感如果很認同的話 我們會持續的一系列的 來舉辦這相關的 這樣的藝文活動 經濟了解 這項燒烙畫 在小鄉長世紀時代 中高的用品當中 就精采出現這種技術 後來這麼少的發電信 一項藝術創作 記者以免為蔡安報道 烙畫是一種類似素描的創作方式 運用烙畫筆尖的金屬加熱 烙在木器或者是皮革上 利用漸層的效果來營造圖案 這個透過溫度的創作 也傳達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 帶您來看烙畫講師 廖淑芬的故事 一定要有一個深淺 你有了陰暗面 它就變立體了 順著木頭特有的紋理 再結合烙畫 徐徐如生的苦瓜應運而生 經過近一年的基本功學習 學員就能創作出 高水準的烙畫作品 我比較沒有辦法靜下來 做很細的東西 可是我藉由這個是希望能靜下來 我本身對木頭很喜歡 我就是說看到那個 老師在烙畫的情形 就是說 它這個本身 可以結合我們木頭的工作 烙畫就是運用通電的方式 將裝在烙畫筆上的金屬加熱 然後選擇 木頭或皮革當作畫布 烙上圖案或是文字 它是透過溫度 然後讓木頭 就是形成碳化的那種效果 就跟樹苗很像 氣質優雅總是帶著笑意 烙畫講師廖淑芬走過一段不順遂的婚姻 但是她選擇在烙畫的世界中沉浸自己 並且開創新的人生 那我最長的就是整天滿晚之後 夜深冷靜之後 坐下來烙畫 那我覺得那個畫真的是很療癒 有時候其實我畫到自己眼淚狂流 那個畫的過程真的是 雪淋淋的去面對自己的過去 對 那我就是在學習方向 那其實也感謝很多的人 不論是雲林縣獻花蝴蝶藍 二輪特產美濃瓜 還是骨坑的柳丁 將故鄉繞化在糖果河上 廖淑芬希望用繞化的溫度 溫暖需要幫助的人 就像自己在一路上感受到他人幫助的 絲絲溫暖 新唐人亞太電視 張友明 陳英文 台灣雲林採訪報導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是禮拜五的下午 非常悠閒的午後 輪到了我們雲林台的直播小組 為大家主持直播的節目 那今天呢我們很開心 剛剛在那個第一個畫面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叫做 好事會發生 好多很可愛的花生 然後呢畫面非常的立體 那這樣的一個創作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作品呢 這個作者就是在我身邊的 這位非常美麗的廖淑芬老師 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 老師呢他從事這個落畫的創作跟教學 非常的久了 那他本身還有另外一個職業 是什麼 護理師 我覺得其實我很羨慕老師這樣子 其實每一個人他都 有自己就是賴以為生的一個工作 但是在工作之餘呢 如果你可以撥出一點點休閒的時間 來培養一些興趣的話呢 我覺得會讓生活來的更有味道 好 哇 就是其實有點像畫圖 只是說他的工具呢 不是一般的畫筆 嗯 他用的是所謂的 老師現在手上這支 登登登登登 叫做電烙筆 等一下我會在專訪的過程 不斷的提醒大家電烙筆 因為老師等一下會送禮物對不對 對 我們會有三份小禮物要送給大家 好的那剛剛老師有說嘛 我們繞畫的基本就是要有這支電烙筆 它是最主要的工具 那另外呢他的素材就是木頭 那講到這個木頭 其實木頭的種類很多啊 有什麼樣特殊的選擇嗎 基本上能夠畫的黑就都可以了 能夠畫的黑喔 因為我本身我試過很多的木頭 各式各樣的 那其實有些木頭它繞起來的 燒焦的程度會不太一樣 有的它繞了完成之後 它會比較偏黃 那有的可能就灰灰的 那我的經驗裡面 甚至有些木頭它不太黑 不太黑 怎麼跟它繞就是不太黑 對也有 所以通常我在教學的過程裡面 我一定是 這個木器一定是我自己先畫過 是 好畫 所以冤枉路我走 那學員來的話 就是很容易跟著步驟做就可以上手 那講到這個木料的來源 我聽說老師是非常支持我們雲林在地的產業 對不對 那木頭其實也有一些是可以進口的 老師比較偏愛的是什麼樣的木頭 然後你多半會就是你的材料會從哪裡來 其實現在你如果市面上可以看到的那種比較便宜 大量進口的那種 其實它的材質沒有很OK 那我本身是還滿支持傳統產業的 我很愛去跑那種木工廠 那種阿公的 那種老師傅 那我覺得它的單價會稍微貴一點 可是我覺得我就會用行動力去支持他們 支持他們 就是我們雲林縣的一些木工廠 一些木料 那我盡量慢慢的發現 一定是支持台灣的啦 那我現在慢慢最近像我也是會畫過 好畫 所以冤枉路我走 那學員來的話就是很容易跟著步驟做就可以上手 那講到這個木料的來源 我聽說老師是非常支持我們雲林在地的產業對不對 那木頭其實也有一些是可以進口的 老師比較偏愛的是什麼樣的木頭 然後你多半會就是你的材料會從哪裡來 其實現在你如果市面上可以看到的 那種比較便宜大量進口的那種 其實它的材質沒有很OK 那我本身是還蠻支持傳統產業的 我很愛去跑那種木工廠 那種阿公的 那種老師傅 那我覺得它的單價會稍微貴一點 可是我覺得我就會用行動力去支持他們 就是我們雲林縣的一些木工廠 一些木料 那我盡量慢慢的發現 雲林也有很多的木工 對那所以我覺得我會一定是支持台灣的啦 那我現在慢慢最近像我也是會 就是支持一下雲林究竟嘛 是是是 那老師其實現在也有在社大教對不對 有在三線社大 是你的學生年齡層大概都是幾歲我很好奇 年齡層喔 我們有那種體驗課的大概國小三四年級 基本上只要它能夠很穩定的做得住 然後家長陪同基本上都可以 那年紀最大的我們班上有七十七十一歲 七十幾歲 對 因為我會這樣問是因為我覺得它 這種藝術應該是跟勢力有一點關係 基本上是還OK啦 像我們那個阿公他也是退休了 然後他來烙花 那你累了就休息嘛 就是基本上是都OK 那他來上了一學期很開心 他還去跟他的好朋友分享 兩個都七十一會 那就一起來社大三課這樣 所以說其實它是一個老少賢儀的一個休閒活動 對那其實我自己也很想嘗試 可是因為本人的勢力可能稍微弱一點 但是看到老師這樣說 七十幾歲的阿公也可以 我想跡象應該也可以來學學看 那其實最簡單的 假如說你要做好最簡單的一個作品啦 大概需要學多久 其實如果簡單的像我們體驗課 大概設計兩三個小時就可以簡單的 像這個小小的圖 這是我們水陵的蝙蝠館 是 對就也是要兩三個小時就可以完成 對那它是用簡單的線條 然後我就會帶著大家怎麼把它繞黑 用最基本的筆法完成 可是兩三個小時你是指從來沒有畫圖跟基礎 兩三個小時就可以了 所以跟著做都完成度百分之百的 成就感很高的一個學習 其實大家完成都很開心 是真的很有成就感 老師現在有多少學生啊 數不清了 沒有 但是我比較開心的是 我覺得早期在上課 大家問我在做什麼 我覺得我要解釋的好辛苦 那我現在出去外面 會遇到就是 欸我看過你在哪個什麼活動 然後或者是說欸我上過你的課 對我覺得這是比較開心的事情 就是我一直在推廣騷擾畫 那我覺得現在蠻棒的 就是你講騷擾畫好像 不會像以前那麼的陌生 嗯 老師當初怎麼開始接觸到這門藝術的 然後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教學 嗯 一開始是自己的休閒活動 對對 一開始是自己喜歡 嗯 然後早期沒有任何壓力的時候 可以很多很多的創作 嗯 那我是很愛分享的人 我最早的作品大概都是 嗯 送朋友 嗯 嗯 嗯 最近比如哪個朋友生日啊 然後 比如學姐啊 其實我一直一路以來很多的貴人 那我會很喜歡自己手作一樣禮物 去分享我身邊的好朋友 嗯 那最早都是自己創作 應該一開始 一開始學有八九年 那麼久了 嗯差不多 對 那是後來才走教學這個路 想要走教學的那個契機 那個點是什麼 就是 因為我好像認識你也是在三線社大 是 就是社大的邀約嘛 對 嗯 我們三線社大黃麗婷執行長 他非常的疼惜我 哈哈 他邀約 那我就想說好吧 也給自己一個不同的學習的機會 這樣 嗯 那就送資料 結果還審核通過 就開始走上教學 是的 黃麗婷執行長 如果你有在線上齁 來按個讚分享一下 留個言好嗎 如果你有看到的話 我們現在有Cue到你好嗎 好 記得來上線 就算現在不在線上 等一下也要收看齁 好 那其實呢我想 老師這門藝術啊 因為我自己在觀察 我覺得它需要相當的穩定性跟耐心 嗯 基本上 我在烙化的過程 其實會讓自己就是更沈澱下來 然後你可以很專注的去享受 這個烙化的這個過程 是 嗯 那我想呢其實 呃 烙化的這個過程喔 應該也是需要蠻多的一個耐心 然後呢 你面對一個你自己的創作完成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的有成就感 那像 我剛一直想要知道的就是說 我們有的人其實並沒有繪畫基礎欸 因為看起來它跟素描好像有那麼一點原理相通 如果說我完全沒有繪畫基礎 我要來接觸 那我怎麼去完成一個比較漂亮的作品 是不是 我可能先用相機去外面拍照 然後達到這個目的 基本上這個問題也是大概最多人會問我的 就是說 要不要有繪畫基礎才能夠學 那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OK 不用不用設限 我覺得大家都是被自己給設限住了 那我自己本身的話 我覺得我當初我看到繪畫作品 我就是很喜歡它 那我就給自己嘗試的機會 很多事情就是你做了才會知道 如果你想很多其實都沒辦法 對 想很多就沒辦法達成 對 有夢就要去追 沒錯 就不用去設限 你就是try嘛 你想畫什麼就塗鴉 其實你在 你可能很多的事情都會被規範 那在繪畫的世界裡面 你可以不需要被設限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 那所以其實老師之前 因為我們認識其實蠻久了 那老師也有跟我講說 他會去拍他喜歡的那個畫面 然後回家 然後慢慢的去把它用繪畫筆把它畫出來 會 像我也會跟很多的藝術創作的設計的老師去合作 那比如說我看到有些攝影的作品很美 我也會嘗試的把它轉成是繪畫的感覺 那其實你會 像我會繪畫之後 我覺得你生活中 你會很多的觀察力 可能以前可能 在路上衝得忙忙的走過去了 可是我現在會停下來看看一下 路上的花花草草 樹木是長什麼樣子的 你會多了很多的觀察力 然後會把它用在繪畫上面 對 比如說我家的玫瑰花剛盛開 我覺得它很美 我也可以用相機趕快把它捕桌下來 可以 然後呢就拿來用這個電繞筆來嘗試來塗 沒錯 我那個好事會發生就是這樣子 當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可是我從來沒有畫過 那我怎麼做到 我的學生也問我說 老師你怎麼把它畫得虛虛如生 我就是買一包花生 灑在桌子上 拍照 然後自己把它擺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花生 對 這個是我的練習版 我可能必須要 其實大家看一件作品 都覺得好像 你可能一秒鐘就看過去 可是那個背後的努力 必須是很多的 我可能在紙上 就必須領很多的草稿 修修改改的 然後再試試看再試 那這個就是當初練習版 就是這樣來的 那那個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那個花生啊 就是看起來是立體的 對 那那個立體其實是 練習版 對啊 其實它下面是要有陰影的 那個深淺 所以那個深淺 其實也是用電腦筆去 就是把它描繪出來的 對 我們烙畫基本上 就是不同的筆法 做不同程度的燒焦 去做深淺陰暗面這樣子 那像這個就是漸層嘛 然後底部這個就是黑 那你要讓它黑就是 你停留的時間越久 越久它就會比較黑 那漸層的話 你可能就輕輕的 就是一些筆法 那這個就是基本課程 就是 哇 大家有看到這個 這是我們震生廣播 老師要準備送給我們的禮物喔 老師 它很早就開始繞了 繞多久 其實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下班回來 就是大概 擰一下稿 然後就繞了 這個對它來說是小case 因為它繞的圖樣都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因為就是希望老師送給我們一幅 我們電台一幅這個繞畫的作品 那想到的就是電台的Mark跟麥克風 所以就傳給老師 那其實等一下可能在這個直播結束之後呢 老師就會把這樣的一個作品送給我們電台 非常的開心 那目前老師現在還要繼續的把它完成喔 那剛剛老師有講過說 其實你會結合 雲林現在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動 去設計你的繞畫作品 是 我大概都會跟著活動的主題走耶 比如說像斗六之前有那個柚子節嘛 那我們可能就會畫個就是比較 一個主題性的一個作品這樣子 對 那你可以看我工作室的作品 大概都是這樣子來的 比如北港的展覽啊 然後像蝙蝠館啊 就是我的繞畫還蠻生活中的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節慶 有什麼像聖誕節啊 就會設計聖誕卡片啊 那桌上這個 魚行盒這個就是過年 比較日式的那種呈現 然後有比較節慶喜氣的感覺 所以我把它上了顏色這樣子 好我們請攝影師幫我們 take一下這個魚行盒 這個是老師新的作品對不對 嗯 農曆年 農曆年才剛完成的作品 對 走南的年或大節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我們看到老師的作品 好像都是木料本身的顏色 就是素色沒有上其他顏色 它可上色可不上色 對 那基本繞畫可以畫在木頭上 皮革布甚至是紙上面都可以的 只是說我個人比較喜歡木頭 所以我的作品大概都是來自於木頭這樣 對 那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很多的嘗試 甚至遠畫在葫蘆上面 OK 都是OK的 繞在皮革上聽起來也很苦 老師有試過嗎 對啊 有試過 但是只是說我個人比較喜歡是木頭 那木頭在教學上也比較容易 如果比如說學員他失手了 我磨掉 刮一下 還可以再重來 就讓大家比較容易入門的一個材質 所以我們的材質如果是選木頭 他如果創作失敗的時候 是可以隨時把那層磨掉嗎 是用那個磨木頭的 其實我現在我都會鼓勵大家勇於嘗試 就是說不要被自己的色線給框框給框住了 其實就勇於嘗試 就是你失手你會很在意那個focus在那個點 但是我們外人再來看的時候 並不會覺得其實畫沒有什麼對錯跟好不好 對 你就是很勇於去 我就鼓勵大家就是很勇於去就是畫 嗯嗯 對 就是其實木料的本身你如果有畫錯 他要再修再調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就是不會浪費那個材料 老師其實好像比較鼓勵像是什麼蜂木啊或橘木這一類 其實木頭可能之前我過去的經驗就是會踹很多種的木頭 那我目前的經驗我覺得像Maple 美國蜂木很好畫 它沒有什麼木紋然後又容易黑 那Bitch橘木也蠻容易上手的 對然後阿拉斯加扁駁啊 那松木這個也是就是比較普遍 然後單價很便宜 學院的接受度也很高 所以老師現在手上正在創作這個是松木 對就是一般的 那它也很容易黑啊然後單價很便宜啊 我剛剛有想到其實我們很喜歡用那個就是檜木 因為它本身可以防蟲 所以如果說它也可以拿來烙畫變成藝術品 不是一舉兩得 當然也是可以 只是說它烙的過程它油脂比較多 油脂比較多 你可能好像上面就冒泡了這樣 所以基本上都ok其實大家都可以勇於去嘗試這樣 所以冒泡泡的情形就會比較難處理齁 就是不是那麼好畫 就像我客製畫的那個作品 有些朋友他是會拿它收藏的木頭請我幫它烙 那我的經驗就會發現 有些木頭它很美 硬度夠那木紋很美 但是它烙的過程會很辛苦 很硬啊 如果太硬 如果用一黑 那你在烙的過程就會比較耗時間 那可不可以烙 當然還是可以烙 對 只是說你好不好烙 適不適合烙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是都ok的 所以木頭的硬度也不能太硬 太硬你就會畫 過程你會畫得很辛苦 很辛苦 對你的手可能會 其實我們在烙的過程 不是用力道去讓它黑 是用停留的時間 就是你停留久它就比較黑嘛 那不需要去用很大的力氣 只是說有些木頭它不太容易黑 你會很耗時間 對 那你同樣的力氣 你時間 完成很多圖案 對對對 那其實 其實每一個作品啊 它複雜程度不一樣 當然相對它完成的時間也不同 譬如說像我們桌上 前面擺的這個糖果盒 因為它黑的部分比較多對不對 所以以這個糖果盒為例 老師你花了多長時間去做 那個時候 那我 這是幾年的時候畫的 2012年 那時候還蠻專注 可能大概一個月就完成 就是你要看你 像我 一天花多少時間對不對 你要看 我不會讓自己很長時間畫 因為這個很耗眼力 對 其實 就是 繞畫就是你要 像我最近就開始會 腰很痛 因為我太長時間做 所以我現在就會提醒自己 就是說 雖然繞這個過程 我很開心 可是我會讓自己就是 可能要必須 中間要站起來 運動一下 對 所以我不會像早期這樣 就是 一氣呵成 畫得好開心喔 現在可能就休息一下 那我現在就是 大概下班回來 可能如果能夠繞個兩個小時 我就非常的滿意 很開心 就是不要長時間 嗯 所以我都會說 我的繞畫真的是用我的青春換來的 哈哈 但是還是蠻值得的喔 對 你必須要 其實創作的路其實很孤單的 嗯 不會有人懂你 會啊 你有這麼多學生 他們一定都是懂你 才會講 對 所以我上課的時候最開心 因為 同好嘛 對 我每個禮拜去上課 大概是我覺得最放鬆 最開心的時候 嗯 對 那除了上課以外 其實這條路是蠻孤單的 因為真的沒有人在懂你在做什麼 那目前你一個禮拜 色大有多少課 我目前就是三線色大跟海線色大 然後最近身體健 身體健啊 對 有點會想要把就是教學的時間 再縮短一點 對 可能給自己一點休息 嗯 社大執行長黃麗婷聽到了嗎 沒有沒有 哈哈哈 老師很累 因為是我自己 沒有 因為我覺得繞畫就是真的 它比較耗時間 像我去看人家那個 油畫水墨 揮好的那種感覺 在繞畫裡面 就你要慢慢的 它不是一筆這樣下去 對 它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 可是我覺得 它就是這麼的獨特 所以更吸引人 我個人覺得 對 但它沒辦法像其他的創作 那種揮好或塑成 沒辦法 我們手上的這支電腦筆啊 有沒有像人家那種就是 像水彩是不是會有 大大小小不同的 粗細不同的尺寸 那我們的電腦筆是不是也會有這種區分 就是像這樣子的筆頭 筆頭 嗯 對 就是 所以它也是會有畫細的更畫粗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彩繪可能會有幾號筆 遠的筆或什麼 各式各樣的 那 電腦筆就是筆頭的不同 它會有一整組 那 其實到 後來我大概就是 這個走天下了 就是比較中間的大小 我可能就個人習慣吧 我就 不太會去畫筆頭 你比較不喜歡用粗的筆頭 對不對 沒有這個 這個葉片的是比較大面積 有更細的 有有細的 它有各種不同形狀 有粗細不同的 有扁的 有圓的 有尖的 那 我個人是比較習慣就是這一個 它是整片 我要做大面積的漸層 我要做線條 都可以用這個就完成 所以 基本上我大概 你也很少換筆頭 頂多兩個筆頭 這樣子 但是它是可以換的 只是說 我個人的那個 後來就是習慣的就是 大概就是這個變成我的萬用 所以老師 我們一般在市面上 我們要買電烙筆啊 那它是一整組 各種Size的筆頭都有嗎 對 筆頭會有可以更換 筆頭可以更換大小 然後一整組這樣子賣 然後包括那個加熱的那個 對對對 那個底座 就是在我們課程裡面的材料包裡面 就會一起附給大家 所以像這種 這種電烙筆市價大概一直多少 大概 其實有的會看那個筆頭 像你筆頭比較少 價格當然就會降低一點點 你可能就是落在大1000到1500這個之間 那有的民眾會拿五金行 那種幾百塊來問我 五金行 那個 這應該不是五金行買的了吧 應該是 但是額外 額外 對啊 就是落畫專用的 對 五金行那個很差 那種幾百塊 那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 不一樣不一樣 這個是落畫專用的電烙筆 就是我個人 就是用的很很好的 可是有的人沒有繪畫基礎 他可能覺得 好像跟五金行那個比較 他們可能會覺得好像是一樣 對 那基本上是不太一樣 所以講到這個基礎的問題 老師其實也不是一定要繪畫圖 有的人其實好像完全不會 他其實來學電烙筆 他也不一定就沒辦法做得好 基本上我覺得不用設限 可能一般朋友很多會以為說 我是不是一定要就是美術科班 我必須要繪畫畫才能夠來學 那基本上是不用 像我都會覺得我都會常鼓勵大家 我本身是護理師 我做得到大家 大概大家都容易做得到 都沒問題的 對 因為老師的工作跟畫圖 其實也沒有相關啦 對啊 你只要愛畫畫 喜歡手做 那就可以了 其實不用去設限 因為它主要還是在於 你怎麼控制電烙筆的那個力度 對不對 主要的技巧是這個部分 對 就是來課堂上 我會帶著大家做 那會有一些最基本的筆法 那你只要跟著步驟來做 那我會給大家圖稿 那完成度真的都是百分之百 你會 你上完課 你作品完成之後 你會有很大的成就感 像 我覺得 我很感謝我的老師 林志穎老師 他那一開始這樣帶著我走這一條路 我覺得 我從來壓根都沒有想到說 我會畫畫這件事情 為什麼老師會想教學 教學是音樂技巧 分享推廣 一種分享的推廣的想法 那臉書上現在有觀眾朋友在說 好美喔 是老師美 還是作品美 還是兩個都美呢 好麻煩你留言 講清楚 謝謝你 那再來就是 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作品 是老師等一下要送的 老師等一下要出題送大家的 很可愛的小湯匙 那當然呢 你要答對題目 在我們專訪的過程中 我們有一直提到這樣東西 就是烙畫的工具是什麼 我們剛剛已經提過無數次了電烙筆 就簡單的一支電烙筆就可以完成了 對 那其實你只要在明天五點 明天下午五點之前 你在我們的這個直播下方留言 回答這個答案答對 都有機會來抽到這個 可愛的烙畫作品 小湯匙 櫻桃小湯匙 有三個名額喔 有三個名額 所以就請大家趕快留言囉 那你只要留言答對 就有機會來抽獎 好的那老師 再來把這個題目 鄭重的說一下 那其實燒烙畫很簡單喔 基本上要只要透過一支電烙筆 那利用溫度 那在木頭上面做不同程度的燒焦 就可以完成 就這麼簡單 所以答案就是電烙筆 準備的禮物喔 謝謝大家 我們已經把答案都 重複又重複的一直講 題目跟答案都一直講 如果還答不對 我們真的沒辦法 我們已經很有誠意了 那其實剛剛有講到 老師 他平常有一個正職是護理師嗎 我其實一直很好奇 因為我自己其實也有嘗試 在下班之後去學一點手工藝 但是我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很完整的作品 就是因為我會一直被忙碌的工作打斷 所以我一直很佩服說 像你們護理師工作壓力也很大 然後為什麼可以把兩件事情平衡得這麼好 其實我也一直在努力喔 因為我護理的工作真的也很忙 必須常是工作要帶回來做的 那我覺得是興趣 你一定要有很大的興趣去支持你做這件事情 那我曾經有想過要做取捨 可是護理是我從小就愛的工作 你要我把它割捨掉 我做不到 那落花也是我很喜歡的 所以這兩份工作都是我非常熱愛的 所以我沒辦法割捨 那只好努力做吧 對 那我覺得護理要熱忱 那落花也是一樣 其實落花不輕鬆耶 也是蠻辛苦的 那都是需要靠熱忱去支持 那我覺得對的事情就是要堅持 那可能你會很孤單 真的會很難有人會懂你 對 其實我覺得時間管理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 我覺得也是人生一生中很重要的功課 常常會有人覺得說 工作這麼忙 怎麼還有可能下班還有空去交社大 去打造自己另外一個藝術創作天地 其實那就是時間管理 如果你時間管理做得好 你把晚上看八點檔娘家的時間拿 拿來學一點這個才藝 然後平常的沒事就用這個方式來打發時間 是不是比滑手機跟看電視來得更好 我也會滑一下手機 只是說我會把大家可能看連續劇 或者是玩樂的時間 那我會把它拿來畫畫 就這麼簡單 對 其實就是用這種方式 當然我還是都是公私分明的 對 那只是說別人在玩樂的時間 我可能就少一點 所以我的節慶的廉價大概都是在創作這樣 對當然大家還是要經常滑一下 震生公民公司的FB 才會看得到我們的直播喔 好非常感謝今天訪問到 我們美麗的落話老師廖淑芬 來跟我們分享她的落話天地 謝謝老師 謝謝主持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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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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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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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